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新年快乐 这个跨年累不累啊 我们来看一下星象吧 1月2号到1月8号这一周星象如何呢 当然我们过完了新历年的跨年 接下来就是要准备农历年的跨年了 而且这一周有一个重要星象的移动 那就是金星 金星在1月3号周二的时候呢 就会移动到水平座了 金星是价值之星 那当然到这里就是来肯定凸显搞怪的价值 水平座是一个管颠覆啦 或者是管群众啦 管活动啦 管社群的一个星座 所以金星来到这里 你有没有社群魅力呢 或者是你有没有热衷于参加很多的活动呢 事实上呢 当金星来到水平 我觉得也是人际关系很活跃的时候 所谓的人脉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啦 如果你人缘很好 你平常就有跟很多人群很多圈子有挂钩的话 你现在应该是忙翻了喔 一下要跟这里尾牙不久还要跟那边春酒 这一次的金星水平呢 会到1月27号 也就是过年之后喔 所以我相信人缘好的人是很抢手的 那此时此刻呢 当然所谓的网路啦 发明啦 颠覆传统的一些东西呢 那也都会更加的被重视喔 所以也是告诉我们勇于颠覆啦 不过不要忘记了摩羯能量也还是很强 而且水星逆行要跟我们的太阳相撞了呦 所以这是一个既搞怪又讲究专业跟传统的时刻 所以就算搞怪也请让专业的来 那我们也欢迎专业们各个突破自我 然后把你们跟新时代硬贺的东西端出来 而不是要让网红们啊 或者是年轻人们专美于钱 好不好 就算是旧酒 装了新品也就是新的效果哟 好我们来看个别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第一组是双子巨蟹 摩羯跟水瓶了 双子行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呢 会有很多新朋友 新的方案 不断不断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喔 那你自己本身呢 也有一种的确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喔 这个直觉是对的 我也鼓励你 所有的心都非常的适合你 而且你也会很喜欢 你比你想象中不守旧很多哟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既然是走新的路线 也欢迎你多认识一些新朋友喔 那那些新朋友可能都可以在意识上啦 或者是说法上刺激你喔 那你会学到很多 巨蟹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 可能会有签约啦 谈合作啦 并且也谈到很多细节了喔 一定要守住你的底线喔 千万不要随便让步 你其实可以获得很多 那么在感情方面 尊重你与否 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 不能总是你体贴他 他也要体贴你 某些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 最近有意非冲天的趋势喔 的确因为 首先你自己是够专业的 这一点你很有信心 然后再来是 别人有没有尊重你呢 他如果尊重你 你说什么他都是OK的 那么感情方面呢 请发挥你务实的魅力喔 有些人有能力没能力 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 千万不要说你是现实的 这个现实是对的 水瓶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工作方面 可能最近要好好地算一下 钱的问题喔 这真的是一个有点尴尬 可是又很务实的部分 不过如果你好好地算清楚 别人就不敢敢给你拼 也不敢占你便宜了 你反而是进账很多的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你的某一种原则 的确是值得坚持下去喔 合则居不合则散 我们要潇洒一点 那另外一组呢 是处女天蝎 射手跟双鱼乐 处女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或工作方面呢 最近有一种小委屈 那其实这个小委屈呢 多少有一点是你太贴心 所以你自己自动让步 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 该要求就要要求喔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最近的确是走能原谅就原谅 能放下就放下的路线 反而是和谐的 因为对方真的没有恶意 那些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 你比较挑剔 所以很多机会 你是犹豫的 因为你也很怕自己做不好 然后你也很怕机会不对劲 所以你会花一点时间去调整 花一点时间去搞清楚 那么在感情方面 由于你现在在评估的状况多一点 所以对一段感情 你有比较多的反思 更重要的是你会反思自己啦 很怕自己是不讨喜的 会做很多调整 我觉得对你来说是好事 射手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工作上呢 可能会跟不熟的人有互动 这个的确会让你有点紧张 因为会打破你的舒适圈 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就是每个人都要打破自己才行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你也会比较多一点忧虑吧 你很担心对方是怎么想的 就是你忽然在意起别人的评价来 虽然嘴上很逞强 但我知道你很脆弱 双鱼星座的朋友 在事业工作上 其实你蛮胸有成竹的 重点是你势必公轻啦 所以你并没有卸下重担的感觉 这一点呢 既是好事 也是累到自己的坏事 那么在感情方面 其实我觉得你是头脑清楚的 跟务实的 虽然不够浪漫 可是蛮安全的 你的想法是对的 继续下去 最后一组是 母羊 金牛 狮子跟天平座了 母羊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工作上 比较多人情的牵绊 或者是 的确有很多他的聚会 每一个都有求于你 你该怎么办呢 我个人觉得你需要保护机制 比如说带一个会拒绝的人在旁边 或者是很多事情推给大后方 这样对你比较好哦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你也是有这种烂情的迹象 比如说对谁都很和善 自然感情就会有点麻烦事 自己要小心 因为你没有那么喜欢啊 金的星座朋友在事业上呢 可能会有比较挑剔的情况 一个是你被挑剔了 那当然很不爽啊 一个是你对自己要求很高 所以你怎么样都觉得不够好 那这也是一个需要折冲 或需要花点时间去搞定的一个状况 那感情方面呢 比较容易感到失望 比如说对方怎么不懂你的心 或他的做法你已经讲很多遍 他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感受的问题 也许对方觉得他做到了 所以互相沟通一下吧 诗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周比较容易接收到 就是别人的批评啦 或者是拒绝 或者是不是很喜欢等等 这一类的讯息 那加上你又很在乎很在意 所以这一周是 有一点情绪挫折的一周吧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跟另一半之间 我觉得你也是很容易陷入 比较悲观啊 或者是比如说相处的机会变少 然后对方的反应不如预期 这一类的蛮内心系多的时期啊 请记住 只要是内心系 那你就要赶快跳出情绪 看看对方是不是真的如此 天明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会有望东望西的情况出现啊 所以你是不是水星停滞的关系 害你心事太多 然后就没有办法专注呢 那在感情方面也是如此哦 你可能有点粗心大意哦 或者是该小心的地方 一个不注意就错过了 那这个都会使得别人觉得 你再跟他过不去 这个就误会大了 真的没有必要